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浸大中医在线 今集请到王智新医师 分享中医如何改善便秘的情况 人除了要吃得、睡得、走得之外 还要磨得 千万不要忽略排便的重要性 因为无论大便的次数、质地、形状 往往都是反映着身体健康的状况 不过香港人生活节奏急速 很多时都是餐餐、快餐、多肉小菜 搞到宿便积聚、大便不畅、饱受便秘的困扰 面对这些问题 我们怎样解决好呢? 我们现在马上请教一下王智新医师 王医师 其实一个正常健康的人 一天应该去大便多少次呢? 一般来说 正常人每一天 一到三次大便 只要排便畅顺 排便有规律 排便过程中没有不舒服 大便的形态和色质都是正常的 属于正常的排便 即是大概一天要一次 其实大便隐藏着什么健康的密码呢? 通过中医的辨证 我们要考虑便秘引起的原因 比如有没有饮食不节 饮食不节的因素 有没有情质因素 导致大便便秘的产生 也有没有一个体质的因素 和后天所致的皮肥虚弱 腎气不足的因素的存在 如果出现辨射 我们通过中医的辨证 要考虑有没有饮食不节 食迹停滞 气滞濕了 以及皮虚、腎虚 这些因素的存在 至于如果出现便秘和辨射交替出现 我们又要考虑有没有干皮不调 这些因素的存在 那其实怎样才算是便秘呢? 什麽是便秘呢? 便秘呢? 它的概念是这样的 它是指一组或者一个症状 这些症状就是排便困难 排便前数的减少 大便的干结 或者是虽然大便不干结 但排出困难 这些也叫便秘 那其实有没有哪一类人士 是高危特别容易幻想便秘的问题? 造成便秘的公民人群 一个是生活不太注意的 比如饮食方面 比较喜欢吃的 辛辣醋烈的 或者肥肝厚味的 或者是过度食用的 寒冷辛辣的食品 生活上 饮食起居 不够定时 特别进食方面 是饭饭饭的 这是比较常见的 另外有一些就是 排便的习惯不太好 排便习惯不太好 没有养成定时排便的习惯 另外有一些 经常坐着不动的 坐着不动的 运动又比较少 这类人群 比较容易造成便秘 至于有病的 有不同的病 前面看到的 比如前面看到的 有些代罪性疾病 有些神经系统病 引起的疾病 比较容易产生便秘 另外有一些 有些药物引起的 所谓药物的负罪引起的便秘 臨床上便秘有没有分不同的类型 而这些类型分别 又会有什么不同的症状 从中医学来说 主要分成两大类 一类是实症便秘 另一类是虚症便秘 实症便秘 往下分有分 热积型便秘 寒积型便秘 和气质型便秘 虚症型便秘 又分为气虚型 血虚型 陰虚型 阳虚型 四个类型 臨床上 虚实夹杂型便秘 又比较多 至于现代医学 对便秘的分形 分成两大类 一个是圆化型便秘 一个为继发性便秘 圆化性便秘 主要包括功能性便秘 以及功能性排便障 以及便秘型的腸耳激综合症 气质性便秘 主要包括代謝性疾病引起的便秘 以及神经原性疾病引起的便秘 当然也有结症气质性病变所引起的便秘 因为藥物性便秘 主要是由藥物的副作用所产生的便秘 这些便秘的临床上 都是前面所说的 都是一种排便的困难 面质的肛硬 排便线数的减少 这些都是便秘的临床的特征 至于具体的病变 它有具体的临床表现 比如糖尿病引起的便秘 除了西医检查血糖升高之外 它有这些临床的症状 比如中医的阴虚醋热的表现 除了便秘之外 它往往有小便秘 还有潮热 手足心热 消瘦 蝕胀就是蝕虹小胎 有这些临床的症状 明白 如果便秘病情比较长 或者病情比较严重 会否引发其他临床的疾病 长期便秘 会加重物诱发 痔瘡 甚至痔瘡的出血 肛裂 临床的病变 如果有原发病 比如有高血压 有冠身病 便秘便引起心脚痛 甚至中风 增加了风险 长期便秘 亦增加了 患血腸癌的风险 中医如何治疗便秘 这个问题 中医都强调便证论治 分形论治 对实症和虚症便秘 以及虚实甲疾型便秘 分泌有不同治疗方法 分别采用中药剂 抗粒剂 或者中性药症癌治疗 有些患者选用针灸 或者针灸配用中药症癌治疗 有些病人还应该及时 用现代医学的诊疗方法 去解决相关问题 至于药物因素引起便秘 便要对相关引起便秘的药物进行调整 通过这样便秘才能够得到比较好的换解 临床上如何用针灸治疗便秘呢 针灸选用穴位 比较常用的穴位有两个 一个是触三里 一个是肢溝 根据病症的不同 所以用不同的手法 尽量治疗 有些平时可以做局部穴位按摩 当然这些按摩也是医师指导 这才比较好 比较妥当 我知道有些病人会自己买一些射药 去缓解便秘的问题 其实这个吃射药的方法 会否对身体产生什么影响 一般来说 如果便秘用射药 最好先看医生 等医生跟你通过诊断以后 建议你用哪些药或者如何用 是比较稳妥 比较好的 如果自己用药 用得不好 出现一些苦作用 对身体会造成影响 王医师在日常生活或者饮食方面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善 或者预防便秘呢 在饮食方面 我们注意饮食结架的调整 除了注意适当增加饮水之外 食物上的搭配也是比较重要 在主食上 要注意食粗粮 比如粗米 熟米 在瓜果类 可以选择进食一些芹菜 薯仔 和蘑菇等等 这些是芹味比较多 水果可以食一些火龙果 香蕉 这些都对大便比较好的 另外 也可以食一些坚果类的食品 比如瓜子 这些都有大便 也可以喝鲜牛奶 乳酪和乳酸饮料 这些食品 对改善便秘是有帮助的 我们也有些食疗方法 可以形容一下 当然这些 都是要根据具体的病症来选用 比如我们介绍的 红白 萝卜 薯仔 汤 它主要是针对 胃腸脊二型便秘来用 即是有一定的适应症 以腹物 芝麻糊 它主要针对 陰虚长醋的便秘 应用的时候 等于是适应症 根据需要来使用 还有其他方法可以改善便秘的问题 有的 有的 酿成良好的排便习惯 对改善便秘是有帮助的 一般建议 早上起床 或者早餐后两个小时 去厕所排便 这个习惯是比较好的 如果没有便宜 也去一去 这个对良好的习惯的配养 是有帮助的 大便的时间 不要太长 一般15至20分钟是比较适宜的 大便时要集中注意力 不要看手机 看雜誌或报纸 这个习惯对排便是不好的 要注意改善 另外要注意休息 保证碎面 另外不要太紧张 面秘有时造成紧张 这个对排便是没有帮助的 所以情绪一定要放松 这些在生活上的条理 对改善便秘是有帮助的 谢谢黄医师 谢谢黄医师 幸福是要靠自己争取的 不想宿便越积越多 整天谷住谷住 形成假套纜 影响身形和心情的话 最好尽快都是找医师咨询 彻底解决便秘这个烦恼 今天多谢黄医师 拜拜